這事都一得一失 拜登都被認為說完了完了 因為川普這是聲勢大漲 但是民主黨的換燈計畫說要喊停了 你不知道替誰 誰來換 所以最近也不談要換拜登 不談換拜登 我在我們節目很早就講 民主黨換拜登根本是不通的 只有民主黨會幹這個事情 民主黨一向如此 在那個什麼 他就全國調配黨會裡面吵成一團 你罵我 我罵你 然後最後共和黨都把他們錄影錄下來 到了大選的時候 你看他們自己都罵成一團 民主黨就這樣 其實他弄辯論 我們在台灣辯論 不管那個好不好 都說我們黨變得好 哪有先就說完了完了 這要輸了 就先把自己罵一頓 只有民主黨會幹這個事 好了 那現在怎麼換呢 換誰呢 他們說要換我 你說你們要換誰嘛 好吧 那現在這個佩洛西認為說 拜登會輸 說也希望民主黨振前壞將 希望能夠促成換將 但是拜登昨天接受訪問說 除非火車把我撞死 我要選到底 所以他又罵川普 他說他執政紀錄很爛 而且他現在去搶黑人的選票 說川普對你們黑人不好 另外拜登這招還不錯 他說我要禁掉打川普的AR15這個槍 因為民主黨基本上是比較希望禁槍 共和黨是反對的 好啦 那你看你被槍打了 這個槍禁掉可以吧 你反對嗎 不一定 川普搞不好說我反對 我雖然他被這個槍打 我還是反對禁 不知道他會怎麼講 但這招是還不錯的招 好 把這招還給他進了 路透社的民調 這個川普43%領先拜登41% 而且在3%的誤差範圍之內 看一下 評論川普副手 泛思就是川普分身 美國總統拜登用此謹慎 因為川普遇刺之後 有民主黨幕僚發文說 要槍手下次瞄準一點 火速遭到開除 民主黨怕被說 煽動暴力不敢再罵川普 拜登異語道盡說什麼都不對的尷尬處境 不過現在誰還在乎拜登退不退選 美國媒體Politico報導 川普槍擊後 民主黨內推動換敗幾乎擱置 就算拜登罕見全國演說爭話語權也難挽回頹勢 民主黨內人士更直言川普已經贏了 CN則是報導檯面下還是有換敗聲浪 但知道白宮保不住至少要能拿下參眾兩院多數 至於誰能帶民主黨突圍呼聲最高的還是副總統賀錦麗 分析指出民主黨不能再打川普危機牌 只能回歸政策打經濟牌 為什麼川普聲勢那麼好 民調沒影太多 美國基本上是一個成熟的民主政治 共和黨 民主黨相爭到現在 他不像歐洲還有什麼第三黨 第四黨 那都點綴了 就是民主黨 共和黨 就這兩個黨而已 所以他們已經根深蒂固了 然後因為這種總統大選 又跟國會的選舉 州長的選舉綁在一起 所以大家都擔心說這棵樹 如果把它拔掉換一棵樹的話 他們跟著就倒下去 所以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趙曉蘭的老公 是肯塔基州選出來的麥康諾 他是參議院少數黨的領袖 他是非常討厭川普人 也公開批評他 但是當川普被頻頻出入法院 甚至跌到最低的時候 麥康諾反而擔心了 他反而跳出來支持他 很多共和黨都這樣子 所以你再回頭看 過去一個多月 兩個月 川普民調掉到非常非常 氣勢非常低的時候 共和黨慢慢團結起來 因為擔心說他如果倒下去 別人跟著一起倒 我認為拜登的情況也是一樣 你現在換掉拜登你要換誰 現在來講了 說Harris就是副總統 有說Mrs. Obama 歐巴馬的太太也可以 講中講西 你光是要瞧他們 現在選舉 離投票還有幾天 130幾 3個月又18天 這個時間很短 而且你要決定 是現在要決定 還到9月才決定 所以我認為 根本他們最後都醒過來 沒有時間處理 只有綁在一起 然後其實老實講 盧特社在過去一個多月 一直做了民調 其實民調都沒有走很遠 激情的時刻都是很短 你看那個編論結束的時候 拜登大跌 過了幾天以後 又開始反彈回來 這次也是這樣 開槍的時候 被槍射中的時候 川普民調這個差距就拉到 然後隔了兩天以後 然後又開始傷口又彌合 所以我就講 政治跟愛情一樣 激情的時間是很短 所以你去看 6月12號 拜登跟川普的這個比 這個對比 民調對比領先2% 川普領先2% 7月的1到2號 做了民調40對40 7月10 另外就是我們這邊講 最近這次 43對41 多次差大概2% 最多我看到3% 當然在那個所謂的激情時刻 差到565%我也看過 不過多數都壓在3%以內 那我告訴你 這不是在物差範圍內嗎 所以我的感覺說 輸贏很難講 大家一直在講副總統 我如果要找Vance 剛剛我們黃委員講得很好 因為他來自窮困的阿帕拉契山 那個山區的農民 一路可以 家裡有很多的編故 一路可以奮鬥起來不簡單 而且他要當軍人 你知道現在美國去當職業軍的 很多是什麼 農業地區的孩子 窮苦人家的孩子 因為你要到阿富汗 你要到伊拉克 所以很多家長們 有錢一點才不要讓孩子去 你去念大學就好了 所以這些人看到Vance 你又去當 你又出生寒苦 貧寒 然後你又當了這個陸山隊 美國非常受尊重的這樣一個軍種 又到了這個伊拉克去 然後你有淨天 所以很多人會很喜歡他 但是我說實話 美國真的是開放了社會 媒體也不像台灣這樣亂搞 你要是真的 即使最支持川普的媒體 也會修理川普 最支持拜登的媒體 像紐約時報也會修理拜登 跟台灣完全不一樣的啦 但是所以呢 現在Vance還是進入深水區 大家去檢驗他的時候 所以最近在講什麼 講他不久前上個禮拜嘛 他參加這個 National Conservatism的大會 就在上面講 現在在英國在工黨的領導之下 很快就會成為第一個 擁有核子武器的伊斯蘭國家 其實他也沒有頭腦很清楚 第一個國家擁有是巴基斯坦 他也是回教國家 所以你講這一類的話 你會激起人家反感 你當個參議員 你東講西講就算了 你要當副總統 而且可能會當總統的人未來 那你怎麼會這樣講話呢 又譬如講烏克蘭的問題 他說他從頭到尾反對烏克蘭的 這個援助烏克蘭 這倒也罷了嘛 那共和黨還有很多 也有人這樣幹 民主黨也有 他說這個我們生產多少武器 都不夠烏克蘭去打仗 但是接著他講的話可不太好 他要烏克蘭說馬上去彈河 但是你如果想要拿回 要恢復戰前 俄軍侵略你們以前的那個疆界 就是說把克里米亞拿回來 把烏冬全部拿回來 他用了一個字叫fantastical 那個就是幾乎等於是nonsense 但是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在講這句話 美國人很多是不會接受 特別知識分子 你佔領人家這麼大的土地 你造成人家這麼大的傷亡 最後你所有佔領的土地都歸你 然後大家來簽合約 即使不希望美國參戰的人 大概都不會支持Vance 有這樣的一個講法 他類似他講很多話 基本上他為什麼川普喜歡他 風格很一樣 都所謂的lustalker 就是心口開河的人 這個人你現在選副總統 好 你就會接受非常嚴謹的檢驗 這樣的結果 會不會替拜登加分 替川普加分 這個要到最後才晓得 我認為三個月又18天 你要問我說 現在看起來誰會當選 我認為是五五波 但是從頭到尾 我給你的看法是一樣 換掉拜登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蔡惠君 我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在川普遭受到槍擊之後 目前看來民調 才贏這麼一點點 才準三趴 剛剛委員提到說 這個是跟愛情一樣激情 我認為或許也是 美國民主的一個成熟 就是可能在槍擊的當下 大家有一個高潮 大家覺得大家也會認為說 尤其我想可能台灣民眾看到覺得 這川普贏定了 但是你看回到 如果按照這個民調的數字 看起來的話 目前還是有得拚的 就像剛剛玉方偉也提到說 他認為還有三個多月的時間 未來的發展局是怎樣 我們還是可以持續來觀察 那只是說回到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一開始要 這個換掉的拜登 我覺得可能在拜登過去 不管是失言 或是說他在很多場合顯現出 他的一個健康狀況的一個問題 尤其他又是現任的這個總統 卻一直在苦苦追趕這個 大家認為這個狂魔川普 這樣的一個候選人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 我一個現任總統 居然也有執政四年的一個成果 卻贏不了一個川普 目前一個候選的一個狀態 所以有這樣一個言論 但是我覺得一樣就是說 在這一次槍擊之後 我覺得還有很多時候 會回到美國的反思 到底這是整個國家 整個國內的一個族群之內的狀況 是不是已經有這樣的一個 類似失控的一個情況 大家會來嚴正的討論說 為什麼你看到這樣一個 全代會的會長 還是已經在槍擊槍 過後還有人拿刀拿槍到現場去 那是不是整個國家社會裡面 已經處於一個高度激情 而且比較偏激的一個狀態當中 我覺得這都是大家值得省思的一個地方 好 那麼也是路透社的調查了 跨黨派 不管民主黨或共和黨 80%的受訪者都同意 美國正在逐漸失控 國家失控 的確也是 你看這兩個黨 美國3億人 那麼多精英 這兩個到最後兩個出來的人 都很怪 川普不知道他將來會怎樣 完全不受控 拜登也常常糊裡糊塗的 怎麼會這樣子 對 確實行 那些地方 絕對 事實躍 有的話 那是 我們終於 各自允場 為人